大家好,欢迎收看南山剑警 北京冬奥会已经结束了 在观看比赛之外,我观察了一下国家的心态,尤其是美国的心态 其中又以美国媒体对谷爱玲的批评最值得一说 谷爱玲有一半中国血统,没有发表任何对美国不利的言论 但是依然被美国媒体批评,是问换作一个中国媒体,对华裔美国运动员这样吗 媒体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媒体的姿态表明,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敌意,是客观存在,也会长期存在 中国人这几年,好像已经习惯了中美竞争的氛围 但这一次冬奥会的舆论场提醒我们,要清醒看到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张力 尤其不要以为,我们这个竞争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会结束,而是会以百年为唯独 那么中美激争会在什么情况下结束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强国争霸,是以什么方式结束的 英国曾经是人类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大英帝国 为什么现在无力争夺世界霸权了 因为英国丧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 变回了一个,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小国 美苏争霸怎么就结束了 因为苏联灭亡了,国家解体了 分裂成十几个国家,一下子减少了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人口也减少了一亿多人 但即使这样,西方仍然认为俄罗斯快头和势力范围太大了 仍然是个威胁 所以还要继续对俄罗斯步步紧逼 历史上强国争霸,是以一个国家灭亡和分裂结束的 更直白地说,一个指标是领土面积 另一个人口,只有一个地方领土和人口大幅减少到 不构成对另一方产生威胁的水平 竞争才会结束 从这个视角看,你就明白 为什么中美竞争是个百年竞争 中国和美国,双方领土面积是差不多的 美国的耕地面积,可适议人类居住面积的自然条件更好一点 中国领土多样性更好一点 从人口角度来看 只要美国仍然拥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 那么大的土地,就是全球最大的适议人类居住的国家 土地上面,拥有和认同美国国家意识的人口仍然众多 没错,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量,铁定会超过美国 而且我预计,至少会达到美国的两倍以上 但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了,不代表中美竞争就结束了 把眼光放到三十年,甚至更长远的角度 有这些土地,这些人口,美国必定会有再次崛起的可能 那么凭借科技拉开差距,有可能让中国力压美国吗? 我认为这也只是暂时的 看看我们自己的经验就知道 首先,科技拉开代差本就很困难 其次,在信息流动的当今社会 这个代差,维持不了多久 清末近代以来,中国够衰弱吧 西方都进入资本主义了 中国还是封建社会 科技水平上,西方都第二次工业革命了 中国却还是连第一次工业革命都摸不着边的农业国家 从上层的官员,到底层的百姓 大部分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 不知道现代科技为何物 近代教育体系也没有建立,都是四数五金 十九世纪,还有太平天国起义,西北暴乱 各种惨烈内乱,死去成千上万人 甚至还被旁边小国日本侵略 不仅丧生了对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影响力 还丢掉了台湾,日俄势力进入了中国 东北,青岛,香港,澳门都沦为殖民地 海关都被外国人把持 但是短短一百多年,中国就再次崛起了 而且又是奔着世界第一去的 说明想长时间保持技术代差,确实很难 实在是不保险 全球优秀民族之间技术上 能拉开一二十年领先,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再衰弱 依然保持了辽阔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 这就具备了再次崛起的可能性 而事实上也显示了,优秀民族再次崛起 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美国做不到呢? 更何况,以美国现在人均GDP 六万多美元的雄厚弟子 他们要衰弱得多少年? 全球发展中国家 哪怕是想进入人均两万美元的发达国家门槛 都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的经济增速虽然不如中国 但在发达国家里面 可是跟韩国一起位列最快行列 所以中美竞争一定是百年为主的 但是我依然觉得,中国还是有胜算的 我们现在的人口,维持对美国三四倍的优势 这是个非常有利的因素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凭借规模优势 实现对美国的压倒性国力优势 当我们人均达到美国的水平 国力是美国的三四倍 从事实上结束中美争霸 现在你可能会觉得,人口带来了逆卷 但如果能适时调整思路 比如像我多次提过的 鼓励国内产业向二三四线城市转移 那么工资不降的情况下 欠发达地区的低房价 必然会把人口成倍的变成消费力 变成大市场,变成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 那些二三线城市 可能产业链聚集度比不上一线 因此会造成几节投资效率下降 但也要看到 全国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发达了 有欠发达地区 还有自己独特的劳动力 自然资源,产业链和地理优势 如果充分来考虑产业特点 理性转移 投资效率下降未必就那么明显 甚至不一定就是下降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现在全国到处建厂 就是正面例子 也就是说从国家角度 推出鼓励国内产业链转移的政策 无论对于产业自身 还是提升国民幸福感 远一点 到增强我们中美竞争中的迎面 都是非常值得的 总结一下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大国竞争,双方科技水平难以拉开 想要竞争结束 最终的办法就是在领土和人口上拉开差距 就中国而言 如果能保持美国三四倍人口的优势 人均劳动生产率 接近或者赶上美国 最终国力三四倍于美国 这样也可以在事实上 形成压倒性优势而结束竞争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印度 尽管从优秀程度上来讲 印度人的历史表现不如中国人 也不如西方人 但也可以算成全球二三流水平 按照我们这集领土加人口重要性来讲 印度是无论如何不能小失的对手 从战略上必须予以重视 比如对印度的经济 不能以加快其科技发展为前提 否则其国力增长会很大 再比如 我们可以帮忙搞初级基础建设 但先进技术 基础工业输出 要三思后行 可以想想西方国家是怎么做的 建立技术输出制度 对我国的技术 基础工业 和基础设施 进行目录管理 哪些可以卖 哪些不可以卖 都要有所区别 以上是今天的一些想法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有不同意见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让我们从中国制造一种 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